这皇上带着太子啊 到这个北郊去池地 跃射了这八旗的马步石操 也就是这次出行 让这位太子爷呀染上了寒鸡 那什么是寒鸡呢 简单的说呀 您就可以理解为是重感冒 有人就说这皇上家人怎么那么康啊 竟然很多人呀死于感冒 还有娘娘呢死于中暑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 咱们一块闲聊天 昨天呀开始啊 咱们讲这个乾隆皇帝的儿子呢 咱们不会啊 像这个讲皇子专辑的那样 把每个皇子八尺都那么细致 咱们这一次啊 主要想解决的内容呢 就是为什么乾隆皇帝 在众多皇子当中 偏偏选择了皇十五子永远 作为了这帝国的接班人 后来的事实证明啊 这永远啊 可能不太适合皇帝这个工作 这大清帝国呀 从这个乾隆以后 嘉庆朝开始由胜转衰 这事实啊 就证明了这嘉庆皇帝能力啊 是一般的 连个正常的守城之君都算不上 昨天那班啊 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这皇十五子永远 哎就是嘉庆皇帝 今天呀 咱们挨着班的 说说呀 他的兄弟们 是如何在这场皇位的竞争当中被淘汰出局的 大清国呀 虽然是满洲人得了天下 不过自靖官以后啊 这四代皇帝 哎 从那个顺治 康熙 雍正到乾隆 逐渐汉化 入关一史的顺治皇帝 其实他的这个汉文化水平啊 已经相当高了 诗词歌赋 无所不能 并且啊 在这个佛学上啊 还是一个专家 这可能啊 和咱们这个华夏民族的这个文化魅力有关 满洲人在入关以前 实际上他的文明就是渔猎 真正从文化角度上来看呢 那他的文化就是空白 就是荒漠 从这个大清国定顶中原开始算起 到了乾隆朝啊 已经是第四班皇帝了 这些位皇帝啊 都是华夏文化的专家 并且呢 很尊崇华夏文化的礼仪 这乾隆皇帝啊 就非常向往这中原文化当中 嫡子继承皇位的传统 于是呢 这乾隆皇帝就在乾隆元年的七月初二日 把这个自己的嫡长子永连 秘密立储为了皇太子 并且啊 亲自把这份秘诏 藏到了乾清宫正大光明匾的后面 那这永连是哪年生的 这永连啊 是雍正年生的 生他那年是雍正八年的六月二十六日 这要是换作公历的话呀 应该是1730年的八月九号 他的妈妈呀 就是乾隆皇帝的原配皇后 孝贤淳皇后 这永连的名字呢 也是祖父雍正皇帝起的 脸这个字啊 就是玉字旁加一个大连的连 在这儿啊 我要多说两句了 不知道为什么呀 很多电视剧 他们呀都把这个名字念作永连 那实际是错的啊 一定得念成永连 后来乾隆皇帝呀 跟后人提起此事啊 他就说呀 这个立永连为太子 实际上不是他的主意 是他皇阿玛 雍正皇帝的意思 因为这个脸呢 他就有宗庙之气的意思 那么实际上呢 这雍正皇帝给自己的孙辈人 用玉字边做名字呀 这些字本身呢 就和这个宗庙啊 祭祀啊 王爵有关系 因为在造字那会儿啊 这个玉跟普通老百姓 任何关系都没有 那只有跟祭祀 跟王爵有关系 所以说呢 这每个字啊 那都是好字眼 这永连啊 被秘密立处为了太子 眼瞧着呀 这乾隆皇帝对他呀 寄予了大希望 在这个史料当中啊 并没查到这永连啊 平时身体不好 但是呢 不作不死 谁作呀 他爹 乾隆皇帝 就在乾隆三年的九月 在这个京师的北郊啊 有这么一项活动 什么活动呢 叫马步石操 也就是啊 这八骑兵 每一个季度啊 大型的军事演练 那这地儿在哪呢 在养山袜 您现在到北京啊 奥林匹克中心 您参观完这个鸟巢水利方啊 再往北走 就是养山袜站 在这个五环的边上 那儿啊 就是当年京师最大的马步教场 每一个季度都要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实操演练 什么排马对冲啊 这个骑射步射呀 都要演习 并且呀还要考核 这满洲统治者呀 他认为呀 自己是马上得天下 他们最重视这个八骑的武力 所以呀 每一季的大型操演呀 这皇帝是必然要参加的 哎 这次皇上啊 就决定要带着这位储君 哎 当然了是准储君 因为那会儿啊 已经实施了这个秘密立储制度 所以呢 这天下人都知道啊 但是也没有一份官书文件呀 这公布了 这个永连就是太子 就在九月初的时候 这皇上带着太子啊 到这个北郊去持地 跃射了这八骑的马步石操 哎 也就是这次出行 然后这位太子爷呀 染上了寒积 那什么是寒积呢 哎 简单的说呀 您就可以理解为是重感冒 有人就说啊 这皇上家人怎么那么康啊 竟然很多人呀 死于感冒 还有娘娘呢 死于中暑 哎 我这么跟您说吧 还不要说呀 是这个乾隆年间 就是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 这个中国人死于这重感冒 引发的并发症 哎 这事很正常 那么这病来如山倒 更何况啊 这病啊 又是得在这么一个孩子的身上 哎 也就挺了一个多月 十月十二日的时候 这永连呀 撒手人寰 轰逝了 属于是早上 死的时候 虚岁九岁呀 这周岁 也只不过才八岁 这事啊 对着乾隆皇帝的打击非常大 于是呢 他就盼着第二个嫡子的出生 倒是说呀 这老天爷还是比较疼和这乾隆皇帝的 就在乾隆十一年 四月初八的时候 这第二位嫡子啊 在这紫禁城当中呢 长春宫降生了 这母亲呢 当然了 还是这个 孝仙淳皇后复查世 这乾隆皇帝自然是非常的高兴 于是啊 就给这位爱子 黄妻子 取了个名字 叫做永从 实际上呢 就从永从这个名字呀 就可以看出了乾隆皇帝 立嫡子为四的决心 这乾隆皇帝的孩子名字都很高贵 因为是玉字边嘛 每个字都是好字眼 但是啊 如果非要按四皇帝取名的话 我认为只有永从这一个名字才配得上 这个从这种玉气 那真可谓是宗庙重气了 从呢 是外方内源 从这个华夏民族文化上讲啊 这从的气形就象征着天地 天元地方嘛 中国古人就是这么认为的 并且这个从啊 是沟通天地的气面 因为它中空啊 是桶状 也只有这种中空的桶状气 才能够沟通天地 很早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还很小 去这个历史博物馆 现在叫中国国家博物馆 看到这种气形 我就非常喜欢 觉得它非常神秘 这个中空的气形 又是内源外方 并且呢 上面有很多神秘的图案 后来才知道啊 这种气形啊 属于中国古代一个神秘的文化 叫梁祖文化 就有老师啊 给我介绍 说这种东西啊 是这个祭祀时候的重气 但是这东西怎么用啊 那就说法不一了 有的老师跟我说啊 是这个祭祀呢 拿在手中 也有人说啊 是这个小祭祀 捧在胸前 站在这个大祭祀的一侧 还有人啊 就说的就更不贴谱了 他说呀 这中间既然是中空的 一定是穿个石 挂在这个祭祀的脖子上 后来啊 我终于找到了正确答案 这个正确答案呢 并没在两种文化当中发现 后来我到回红杉文化去采风 我发现红杉呢 也有一种筒装器 虽然呢 它并不象征这个天原地方 它只是啊 前后两端贯通的这么一个陶筒 但是它的天原地方在哪体现呢 这个红杉文化呀 它祭祀的时候 这个圆坛来祭天 这个方坛呢 来祭地 您可以理解为啊 中国最早的天地坛 就在红杉文化出现 这种圆筒啊 就被整齐的排在天地坛的周围 用作沟通天地的作用 所以说呢 这个两种文化的御从啊 它也是放在地下 不放在地上 怎么沟通天地呢 您说对不对 这个虫子 它并不是祭祀礼器那么简单 它是沟通天地之器 那么具体到人呢 它只能是啊 这老天爷的儿子天子 也就是皇上 所以说呢 这乾隆皇帝 给自己的皇妻子 取名字的时候 就一定决定了 要立这位永从为太子 可是永从啊 这生子谷啊 更不争气 转过年来啊 就早上了 什么毛病呢 斗争 也就是啊 出天花没出好 死了 其实这会儿呢 我个人感觉 这乾隆皇帝 要立嫡子为四的这种决心呢 可能是有些动摇了已经 从这后来的乾隆皇帝的回忆当中啊 我们也能够清楚的知道 这乾隆皇帝啊 也曾经观察过皇三子 皇四子的表现 看他们啊 适不适合作为储君 当然了 这皇三子 皇四子啊 是咱们之后的班上要讲的 今天啊 咱们先按住不提 这期间啊 还出现了那个乾隆皇帝 非常喜欢的皇巫子永齐 并且呢 永齐啊 还救过乾隆皇帝的命 不过今天啊 咱们讲嫡子 永齐呢 也得先放到一边不讲 那咱们接着说嫡子 那下一位嫡子是谁呢 下一位嫡子啊 也是永齐 哎 乱了不是 其实他不乱 这个永齐啊 是皇十二子永齐 是乾隆皇帝的另外一位嫡子 他的母亲呢 是季后 那拉氏 有人说错了 哎 你这刺面倒了音了 这个皇十二子啊 叫永基 您呢 完全是属于让电视剧给蒙了 这电视剧里之所以啊 称这个皇十二子是永基啊 因为啊 他怕和这个永齐的名字重复 把您搞乱了 分不清啊 谁是谁 所以说也得念倒了音了 他是电视剧的 不是我 这皇十二子永齐啊 是咱们今天这边要介绍的 最后一位皇子 在说他之前呢 咱们先聊聊啊 他的弟弟 皇十三子永景 和他呀是同父同母 同样是嫡子 那为什么要先聊他呢 因为他死的快呀 乾隆二十年已害的 十二月二十几日出生 到了乾隆二十二年 盯丑的七月十四日啊 就死了 那么这好好的一位皇子 怎么就这么命短呢 其实永景的毛病啊 是胎里带来的 这个季后那拉氏 怀这个十三阿哥永景的时候啊 正好赶上那拉氏的爱女 腰折了 那会的那拉氏呢 又属于是高龄产妇 各种原因揪之到一起 孕育出来这位十三阿哥呀 这个身体就不是很好 自打一落草啊 这稀稀拉拉总有病 最后啊 熬了三年 还是去了 得嘞 咱们三句两句也说死了 这位十三爷永景 咱们转回头来说十二阿哥 永齐 要说这位十二阿哥呀 应该是这乾隆皇帝诸多皇子当中故事最多的 可是呢 无论是官书 还是爷使 对这位阿哥介绍的都不多 我查了很多资料 对十二阿哥的介绍啊 基本上是只有生平 没有故事 那为什么说这老十二 他是应该有故事呢 因为他的妈妈呀 就是那位最有故事的乾隆后妃 就是那位断了发的季后纳拉氏 那我们想一下啊 是什么事情 才能把这个盛世大清 母仪天下的皇后 几对风了呢 我想啊 是和乾隆皇帝的立处有关 刚才啊 咱们已经讲过了 这乾隆皇帝呀 他是很有心立嫡子为储君的 可是到了永齐这一班上啊 他的态度变了 到乾隆三十年 这纳拉皇后啊 在陪同皇帝 巡视江南的路上坏了事 这会儿的永齐啊 虚岁都已经十六岁了 这纳拉氏皇后啊 却发现这皇上啊 一点离自己的嫡子 也就是永齐为四的打算都没有 也就是这件事情啊 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终于把这纳拉氏皇后逼疯了 才有了在船上剪下了自己 绣发的这一幕 搁着老百姓讲啊 这身体法福受诸于父母 那会儿啊 随便剪头肯定都是不对的 要是按照这个满洲的习惯呢 那这事情就更严重了 这简直就是明目张胆的 对太后对皇帝的诅咒 再加上啊 这纳拉氏皇后 肯定在皇上跟前经常提起立储的事情 这皇上啊 对这个纳拉氏早就怀恨在心了 因为这个后宫啊 它是不能干政的 立储大事啊 只能皇上一个人输了算 皇帝看中了哪位皇子 立他为储君 无论呢 你是亲娘也好 还是皇后也罢 和你啊 商量不着 这母仪天下的皇后啊 你本来就应该懂这些 你在跟皇帝纠缠不清 他能乐意吗 这冷宫啊 您肯定是住上了 虽然这大清国后宫啊 他没有冷宫 但是呢 把你呀 扣在自己的寝宫当中 不让出 不让进 不让见人 并且啊 削减了所有的生活用度 哎 这不就是和冷宫一样吗 那我们为什么说 这纳拉氏皇后当时断发 他已然是疯了呢 您算计吧 如果说这纳拉氏皇后断发之后啊 有一千种后果 没有一种后果 是有利于自己的孩子的 有利于自己想推为储君的这位亲生儿子十二子永齐的 那这事实啊 也确实如此 乾隆三十年皇后坏了事 被圈禁于义空宫后殿 乾隆三十一年 纳拉氏皇后崩逝于义空宫后殿之中 自此啊 这永齐虽然在乾隆三十一年的五月啊 也被指婚 这敌附近呢 是蒙古阿巴嘎左旗的博尔基基特氏 但是啊 这两口子从这宫廷道上看啊 都不太受这个乾隆皇帝的重视 一直到死啊 这永齐都是一位平头阿巴 也没出宫分府 战战兢兢啊 在二十五岁那年就轰逝日了 那年啊 是乾隆四十一年的正月二十八日 这永齐啊 还是有子嗣的 虽然他没有亲生的 这乾隆皇帝啊 把这十一阿巴永兴的第四子 年猜过继给了永齐为四 嘉庆四年 三月二十日还追封这个永齐啊 为多罗贝勒 当然了 这个爵位啊 就被这个棉猜袭成了 这十二爷他们家的后人呢 一直到明国还能查到踪迹 有这么一本杂志啊 叫西城追忆 是一策啊 追忆老北京往事的从刊 这董宝光啊 在2016年第一期上 发表会一篇文章 其中啊 就提及了这永齐的后人 当然了 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 说这个金普圣和这金普林 还有啊 金普荣这三个人 这哥三啊 都是这十二爷的后人 他们哥三啊 一起把这个永齐府啊 给卖了 一共啊 卖了八千块大洋 从我个人而言呢 我觉得这皇帝啊 还是很喜欢 这位嫡子永齐的 永齐呢 只活了短短的 二十四年的时间 在他的成年啊 基本上就是为了皇家编书 与其他编书的皇子不同 这皇帝呢 或者是肯定 或者是否定 这永齐编的书啊 乾隆皇帝经常给具体的指导意见 我相信呢 如果这永齐还能活得 寿数更长一些 这乾隆皇帝呢 可能就会给他封决 并且呀 也不是没有立他为寺的可能性 可是啊 这天不随人愿 谁让他死的那么早呢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 妨碍了乾隆皇帝立这位老十二 嫡子为四呢 这十六岁以后啊 肯定是因为他的妈妈 纳拉氏皇后啊 得罪了皇帝 那十六岁以前呢 哎 明天呀 我们就要聊聊这位二个 那就是啊 和他的名字 同音不同字的五二个 永齐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否能持续更新 在这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我在留言区 期待您的互动哦 咱们明儿见